这种状态 范贤公子 你觉得他们是可以谈判的对象吗 古风看着眼前的场景 很不确信地问道 被人类天天追杀的动物 突然出现在人类的跟前 如果仅仅是这样 倒也无所谓 关键是 这数量也太雷人了 而范贤没有说什么 直接朝着异兽那边飞了过去 五竹不放心 自然也跟着过去了 如何开始谈判呢 目前 范贤对于异兽是否有文明 如果有文明 使用什么样的语言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可现在对自己的对手一无所知 这样的谈判有些困难 范贤过来 直接开口试探 你们这一组 可以说话的人 出来谈一下 可是那些异兽 哪里听得懂范贤的话 甚至 他们将范贤的话 当成了是挑衅 直接朝着范贤等人杀来 行不通 那就用拳头说话吧 接着 范贤和五竹联手 两人朝着异兽群杀了过去 两人配合着三下五除二 第一头异兽 就被他们斩落 而范贤在击杀异兽的时候 也抬头看见了主干道中 密密麻麻的异兽群体 果然 这些异兽不过是前锋 后面还有更多的异兽 范贤五竹 即便能够将这些异兽的前锋 杀死又如何 后面的异兽大潮 蜂拥而来 无边无境 到时候 即便西安城能够取得胜利 也会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所以 范贤每杀死一个异兽 就朝着主干道中喝道 我不是西安城的人 来自西安城外面 我想和你们谈一谈合作的事情 可还是没有回应 那就继续杀 后方 圆圆却察觉到了一些不对 随后 开口道 你们有没有注意 一直是范贤在屠杀 那些异兽 除了第一制有所反抗之外 后面的异兽 基本上都没有动过 几乎就是挑衅一下范贤 然后就被斩杀了吗 古风此时也愕然 圆圆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明明在隧道中 有那么多的异兽 可偏偏范贤和五竹两个人 就几乎将整个地下都杀穿了 为什么呢 即便是古风自己 也曾经参与过异兽的狩猎 那可是一种极为强大的动物 如果一个不小心 整个人都会被拍飞 要猎杀一个异兽 往往需要一整个小队的人联合 才会达到猎杀的目的 可范贤杀起来的确有些容易了 虽然范贤和五竹的实力足够强 可是那些异兽也不弱呀 很明显 那些异兽 都是在按照某种规则力量 在被统一指挥调动着 而此时 范贤也发现了这一点 他知道 自己刚刚开始说的每一句话 都被对方听到了 至于对方为什么不出来 与自己说话 他始终没有想明白 我知道 我刚刚说的话你们再听 再问一句 如果你们想要战争 那就全面开战 如果你们想要和平 那就出来聊聊 如果你们想要让你们的种族 全面繁衍出来 我可以帮助你们 西安城地下 虽然有广阔的隧道系统 可如果你们有文明的话 将来必定要谋取新的发展 你们需要知道 在西安城之外 有地面 在地面之外还有太空 在太空之外还有天空 如此广袤的地方 你们想要让自己的种族 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渡过吗 即便西安城中 所有的人类 给空间让给你们 你们又如何 几十万年以后 当你们的种族数量 极限的时候 你们就会要离开 可那时候地面上 已经是人类的天下 你们认为 自己还有机会 谋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吗 如今的地面 正好有机会 让所有文明种族攻打发展 如果你们错过了这个机会 将来的地面 不可能有你们的生存空间 到时候 如果你们想要去地面 那你们的种族 还只会是被猎杀的对象 我虽然不知道 你们在地下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但是我想 你们应该是看着西安城地下的人 是如何发展起来 又如何衰落的 难道你们以为 是人类自己的本性吗 是的 肯定有这样的原因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最主要的是 因为在这地下 整个人类的文明都被牵制 没有办法发展 所以才会发生内斗 在地面上 人类有无限的空间 绝对不会为了一点点 种族生存的空间 而发生战斗 发生冲突 我来自地面 我知道 在地面上有无限的空间 能够容纳你们 或许在将来 你们同人类的关系 再也不用是相互猎杀的关系 而是可以共存的 在那里 你们可以有自己的领地 你们的文明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 也可以学习人类文明 可以像人类一样 建造自己的都市 甚至 你们可以同人类一起 建造探索太空的队伍 一起去无垠的太空 寻找是否有 其他文明种族的存在 到了无垠的太空之中 你们和人类 将会有共同的名字 你们都是地球之子 范贤一口气 给异兽族描绘了美好的未来 渐渐的 他发现眼前那些异兽的眼睛 从心红变得清淡起来 慢慢的 那些异兽都开始后退 不愿与范贤纠缠 而范贤也立即收手 因为他知道 自己刚刚的那番话 已经起到了效果 地球之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此时 从上方的主干道中 传来一个红亮的声音 是从异兽群中发出的 果然 异兽是有文明演化出来的 声音刚刚落下 又有一个巨大的异兽 从主干道中下来 比之前的前锋个头还要大 而在那异兽头上 站着一个 类似人类的异兽个体 你好 我是异兽人 狂哥 异兽人 显然 对方是接受了 人类赐予的名字 即便是进化成了 人类的样子 都直接在他们 种族的名字前 加上了异兽二字 果然 异兽的判断 是没有错的 异兽在进化的过程中 他们唯一能够学习的 文明对象 只能是人类 所以 各个方面都在 往人类文明身上靠近 之前荒城的元族 就是这种情况 什么文明领先 就像什么文明学习 看来 这才是世界生命 共同的认知啊 其实 异兽族 并没有要与西安城 开战的意思 这次突袭 是因为感觉到 整个地下的防备力量 得到加强 所以才临时发起的 什么意思 防备力量加强 范贤倒是明白 必定是大墓地 远远的诞生 导致所有分裂的系统 被融合成了一个 也就意味着防备力量加强了 那你们选择这时候来攻击 什么意思呀 狂哥见范贤满脸的疑惑 便解释道 异兽族 是在人类第三级之后 才开始崛起的 不过那时候 人类忙于自己的战争 所以 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崛起 人类应该也知道 在第三级崩溃之后 有的人类 将异兽作为武器来使用 而异兽就在那时候 开始觉醒 只是人类忙于内战 根本没有注意到罢了 范贤点点头 这倒是很有可能 按照古风的说法 第三级之后 最开始那段时间 人类可不是分裂为战国七雄 而是大大小小 有几十个势力 其实 分裂也有好处 就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势 那时候 各个势力之间 为了赢得战争 就不断想办法壮大自己 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 来壮大自己等等 这样 易受觉醒智慧 肯定能够得到大量的机会 老祖的智慧觉醒 用人类的话来说 应该属于突变 所以 老祖们用在战场装死的办法 脱离了人类的控制 在荒野中 生存了下来 而那种智慧的突变 是刻意延续的 于是 老祖就制定了隐藏的办法 绝对不能被人类发现 免得种族被人类灭绝 于是 人类在战斗 而易受族 则利用那段时间 不断开辟出来新的隧道 那是人类 无法发现的通道 于是 易受族才存活了下来 直到今天 严格来说 应该是第三集还没有结束 在一些废弃的地道中 易受就开始存在了 于是 人类就开始猎杀易受 一来是清楚隧道中的安全 二来 也是获取食物呀 不 你们想错了 黄哥 揭露出一个 令人震惊的事实 其实 那时候 易受的地下城市中 已经有法律的存在 一些犯了重罪的人 就会被流放到 人类废弃的隧道中 成为人类猎杀的对象 你们一直以为 自己在控制和压制 易受的种族数量 殊不知 从一开始 易受族就在利用你们 清理有罪之寿 这消息 连范贤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 更别说大武王 古风长老等人了 感情 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易受族利用 他们所猎杀的易受 竟然是族中犯了错之后 被赶出来的存在呀 我们的计划是 如果能够顺利攻下西安城和大武 那以后地下 就是易受说了算 易受族的生存空间 将会大大的提升 如果失败了 范贤再次震惊到了 难怪他们会选择西安城 整个地下的防备力量 得到加强后 选择进攻 原来 他们是来送死的 而他们所做的一切 主要目的 倒也不是为了 能杀死多少人类来的 而是直接奔着 死多少自己人来的 易受族 还真是强大的种族 他们为了给更多的族人 提供生存空间 竟然直接选择了 让一部分人 出来送死的决定 所以 你刚刚说的方案 我接受 我想邀请你 去易兽都市 跟兽王谈 我相信兽王 肯定也会同意的 狂哥 直接邀请范贤 去易兽都市 可以想象 狂哥负责这次 对西安城发动进攻 如果范贤没有出现的话 他也是做好了 有来无回的打算 不过范贤刚刚的提议 深深打动了他 如果能够全部迁徙到外面世界去 那么易兽再也不用战斗了 数量如此多的族人 也不用死去了 好 范贤直接答应了下来 去易兽都市 范贤他们四个 又多带了一个人 圆圆 因为融合了范贤 给予的纳米核心 现在圆圆也是能够在空中飞行的 而子愿 范贤 苦河 还是在子愿操控的岩石之上 像易兽都市飞去 终于离开了西安城 人们所知道的主干道 进入了隐秘的通道之中 再次让范贤感到震惊 虽然已经脱离了人类开挖的主干道 但是这隐秘的通道 规模绝对不比人类挖掘的要小 范贤估计 这主干道的直径超过二十米 而且在隧道中 到处都是植物动物 他们在这里安详地生活着 范贤等人经过的时候 易兽才会抬起头 朝他们看了眼 随后就埋下头继续吃草 完整的生态系统 在隐秘的通道中又飞了一会儿 终于到了尽头 果不其然 范贤看到了一个极为空旷的地下空间 而且那地方灯火通明 如同白昼一样 终于到了尽头 飞了出来 那一刻 范贤被惊得嘴巴都合不拢 那地下空间极大 至少范贤的目光所及之处 尽是空间 而在空中 无数的巨兽在飞行着 地面上 无数高耸的巨大植物生长着 在植物上 无数的动物栖息着 不 应该说是无数的 异兽族栖息着 而且 那些动植物 应该是被刻意规划出来的 错落有致 给人感觉 就像是人类的都市一样 而且在巨大植物之间 也有道路将它们连接起来 如同人类城市的道路一样 精彩剧情 我们下集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